昨天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 其中 厦门的便利店发展指数位居榜首 于太原 东莞 长沙 北京位居前五名 本次调查的城市共计36个 指数的核心数据为各城市便利店的饱和度 门店总量的增速 24小时便利店的比例及营商环境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各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 其中 便利店的饱和度是评价城市便利店发展的重要指标 目前 我国大部分城市在每5000人有一家店左右的水平 根据指数榜单 厦门的便利店饱和度为每3114人有一家店 2019年 便利店增长率超过10%的城市 占所有调查城市总数的55.6% 大部分城市的便利店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厦门以21.02%的增长率位列36个城市的第三位 近两年来 业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潜力与活力的重要增长点 数据显示 厦门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占所有便利店的52.91% 也就是说 平均计算 每两家便利店就有一家是24小时营业的 在营商环境评价方面 厦门则位列全国第八位 厦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是将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培育一批跨区域发展的品牌连锁便利店企业 打造一批高品质的品牌连锁便利门店 全面提升消费环境和服务品质 使便利店布局进一步优化 便民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便利店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剧场